毕书静与女神对话当场呆傻。李玉玺解释带女友见家长。 由李玉玺,毕书静主演的青春电影《有一种喜欢》将在3月30日上映,25日在台中,嘉义会举办见面会,现场也可直接买到预售票。 两人昨日,21,来到YoutubeTV叫新食堂,毕书静被网友笑说好容易掉进主持人黄子脚给他挖的综艺坑,实在太纯真。 节目开播三年,李玉玺都已经第四次上节目,毕书静确实初次造访,被黄子脚笑问,这么不喜欢我们节目啊。 让毕书静只能孝主否认,接住正极不停被黄子脚亏,也被网友发现毕书静个性单纯又可爱。 沙发后面挂入毕书静的女神虚弱宣明牌,黄子脚笑说直接送给他,也让毕书静露出害羞的笑容。 没想到黄子脚立马call out给虚弱宣,让毕书静又惊又喜,连反应都无法,被黄子脚笑说整个傻住,李玉玺也嘲笑他根本就整个大lag。 还看住虚弱宣的名牌说,耶,谢谢,真的可以拿走吗? 徐若萱说,我从看logmall就已经知道毕书静了,他的粉丝很贴心,我有在电视台门口被他的粉丝赌,告诉我,还会写信给我,让我很感动,所以我就开始听他的音乐。 希望你可以帮我写歌好吗?有机会赶快碰面,我连地点都想好了,在你,黄子脚,家。我作词,他作曲。 毕书静说,我从刚来台湾就很喜欢徐若萱,一直到现在。 随后笑说不但愿意送电影票,还愿意帮徐若萱付机票返台看电影。 有一种喜欢是一部以80年代滑岗一笑为背景的青春爱情电影,同时也有兄弟情,梦想,两人在戏中还大吵一架。 李玉琦表示,我们认识这么久从来没吵架过,我们很久以前视镜就有试过吵架,结果吵不起来,总共拍了两天。 我就是演一个花心的男生,到处把妹,蛮开心的,她一直在旁边瞪我。 毕书静说,我认识李玉琪十一年,都没有看过她生气的时候。 我以前年纪小的时候比较叛逆,出爆以后没有像戏中这样大发脾气过。 演电视剧和电影的心态比较不一样,偶像剧可以看着周播出的状况,可能会随时调整设定,拍电影时整个团队需要很专注,从开始设定到结果都不太会改变。 毕书静表示,学生时代有翘课过,翘一,两天,有时候为了练团,学校会打电话到家里,我妈就打来给我,我说在练团,我妈就说,好啦,随便你。 那时玩乐团,那时玩乐团很疯狂,想去pop表演,所以要练到好,如果重来一次还是会教课。 李玉玺则是为了落实都华的演唱会叫七末考,从LA开车到Batters,直接被当掉。 毕书静拍完有一种喜欢之后,中文功力大进步,他说,还有一些有一些从来没有讲过的话,而且还要有情绪的讲,像是,家家有本难遍的精。 李玉玺则说,他基本上都不会带剧本到现场,我一开始蛮担心他,很多台词甚至很绕口,但他准备得很好。 李玉玺也被黄子脚频频询问不久前,被媒体拍到带女友与家长见面的新闻,虽然频频装作错评,闪躲问题,但也直白表示,还没交往很久,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的。